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加州出租房子的一个案例 在加州出租房子什么最重要呢 一个是资产的安全责任的隔离 另外一个就是租客的稳定性 这个三点呢是最重要的三点 今天呢咱们谈一个责任隔离的案例 大家听一听这个房主到底有没有责任 三年以前呢有个人在加州买了一个房子 把它租给了一个租客 这个租客呢就当了一把二房东 把这个车库呢给租给了一个打工的人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美国这个房子的热水器 它是在车库里面的 有一天呢这个热水器就漏气了 漏了气之后呢 因为它这个气体比较重嘛 所以一直在地下堆积着 这个人睡着了也没感觉出来 经过第二天早晨起床了 他抽了根烟 后面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但是呢这个人呢 当然了他会把这个房主跟二房东全部都给告了 二房东呢把这个不能住人的车库给租出去了 肯定是有责任的 但是大家觉得这个房主是不是有责任呢 再讲第二个案例哈 有个人呢把这个房子出租出去了 有一天呢这个租客就说 这房子里呢有一个东西坏了 坏了之后呢这个房主呢 他就去市场上面 home depot门口找了一个小工 过来给他做这个维修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小工呢在爬梯子的时候 一下掉下来了 摔伤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房主有没有责任呢 保险会不会保呢 欢迎大家留言 如果是有责任的话 怎么去做责任的隔离呢 怎么去预防呢 之后的视频会跟大家讲 谢谢 谢谢